修成一名警察因为参与国会山暴乱 还加入闯进国会的行列 目前遭到停职 请看详细报道 修斯顿一名警员因参与国会暴乱 遭到停职处分 根据修成警察局ART表示 谴责警员参与暴乱的行为 并表示警察违法可能会面临联邦罪名的指控 这名警员的纪律违反听证会 将在本月15日举办 根据目前了解 该警员除了参与那天集会外 还参与了闯进国会议场的行动 因此他很有可能面临联邦的控罪 但修成警察局局长ART并未透露这名警员的名字 据悉该名警员是当地一名巡警 曾在军队服役18年 此次参与抗议活动似乎是只身前往 据报道 全美1月17日将有大规模的武装游行活动 联邦调查局也警告各州必须提高戒备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抗议机会 ART表示目前已经开始在全市部署更多警力 幸运的是休斯顿目前还未出现潜在危险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抗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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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抗议